我收拾好啊 你怎么还没动啊 你啰嗦了啊 啰嗦 啰嗦 不要出去吧 你去看你们电视 啰嗦 啰嗦什么啊 啰嗦 走 别打扰我看电视 看腿 啰嗦 啰嗦 哪个黑色声音 哪呢 说我看你就看 以前怎么没见 你怎么听话呢 啰嗦了 你要拉屎吗 那是就去呀 啰嗦什么 哈哈 待会我们先去吃饺子 然后就去 你啰嗦了 去看电影 然后逛个超市 啰嗦 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 你要去我再给你拿一个 放下 你啰嗦了 放一下快点 哎 行吗 谁让你偷出我的东西 啰嗦 当我故意不让你又出门去 我给你补车啊 马上就倒 比如啊 他们都到了呀 对啊 要不别去了吧 啊 你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让我去是不是舍不得我们啊 你不让我去是不是舍不得我们啊 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你啊 哎呀我真不去 哎呀我头也没洗啊 我什么都没收拾 我去干嘛 你不用啊 你洗了头 你没有好看 哈哈哈哈 我们来不及了 哎呀我真不去 要么 你也别去了 鱼也不是正在视频就不过去了 啊 这就说了呀 给他们 不然呢 你这么裹着 你不应该跟我拉扯一下吗 什么好拉扯的吧 你先想要带我吃 你不去的话 他们不会说你吗 说就说不就什么 马上就陪你 我刚才其实就是想看一下 你反映你要不去吧 真的你去吧 你看你必须怕他们下次见到我说我 哎呀你去吧 我要陪你 我要玩游戏啊 我开车送你走好不好 玩游戏我也陪你 我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 真的 你开玩笑的 你真的不能让我陪你 不不不 我想让你陪我 但是我也想让你处理好人际关系啊 对吧 那我走的确实来不及 哎不不不 你等一下 我得给他们解释一下呀 不然你去了不好说呀 我刚刚又没有发出去 我上网了呀 你没看见 哎呦 不是 乔弥罗你干嘛 对对对 来不及 但我假装不小心 让女友发现 给她闺蜜买的麻衣小姐 好奇 你过吗呢 错了 就是要让你错 我也不记得了 最近快递太多了 你傻子 你现在不是要买衣服吗 试试试试试 我 Austin 这有什么不好看 给咱们看看呗 你今天要不要鞋子能穿吗 你以后有小声吗 我看上去小脸的阴光感 哦 感觉啊 吓死我了 我鞋子穿给你看 不是 你泡什么呀 你装给咱们看看呗 咱们给妈看 麻衣学习的裤子服啊 麻衣学习的裤子服 我是买给唐唐穿的呀 她的生日礼物啊 什么 你干什么啊 你确定是给唐唐买的 不是买了给你自己小眼服的 你什么意思啊 唐唐是不是喜欢扩斯服 那我买这个麻衣学习的扩斯服给她 是不是没什么问题 一天多想 你把我盯着干什么啊 你没事你就问唐唐多久过来呗 这么想见唐唐啊 不是 你这脸蛋真的好帅 身材这么好帅 不是 那咱们擦哪儿了 咱们要脸蛋还不是有脸蛋 要身材还不是有脸蛋 哎 别人气了嘛 这我是买给唐唐 是水的 你就把它给我好不好 不给 再重新给唐唐买一个 我哪还有闲钱就给别人买礼物啊 你咋样 不是 你穿不了 为什么 我是照着唐唐的身材买的 你应该不合身 那么不适应咱怎么知道 你怎么适应啊宝贝 你干嘛在外面那么害羞 咱们不勉强啊 那我妈妈真的还在那儿吗 弟子 你可以偷偷的传给我看了 哎呀 我还是退了吧 这个风格不太适合你 哎 请去满去春风吹去欧马 请去满去花肝 我好看 你穿那我好看 呃 手机已经发货了 比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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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假装最久号 亲的你有闺蜜 现在嘴上吹吧 哈哈哈 累了 哎 毕罗你回来 你一人在家还回来 哦 你怎么样 这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不是口红 你不会冲我不在家 你怎么口红呢 啊 啊 什么东西啊 不是啦 哎 毕罗你别 呃 你坏了小鱼 人间的青草地 需要浇水 我 我的问题 这 我 对对 我想听你说 你不能看这么个玩意呢 哇 瞎了眼 啊 不是 你干什么呀 你拍我干啥 拍给你爸妈看呀 你拍给你爸妈看呀 你拍给你什么样 你拍我给我爸妈看啥 那么好女生被你 玷污 什么都玷污了 那这种事情 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呀 想了吗 真厚啊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呀 因为什么呀 就 靳哥前段时间 你帮我打游戏 打游戏 我也可以帮你打游戏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靳哥人很好的 行 那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好戏来了 哎 毕罗啊 你凭我解释 干嘛呀 你现在和我是不是晚了一点 你回来了小鱼 我还是挺发呀对不起 不是 哎 不是 毕罗 祝你们三个幸福 就言这样的话 谢谢你啊 我是不是玩得有点太过分了 那你们去帮我解释一下 我怕我现在去 他有点三维吧 谢谢啊 谢谢啊 三月没事 嗯 这不是毕罗手机吗 啊 好家伙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回来再看最后一眼 你回来是找手机的吧 你找什么东西 你给我解释一下 谭谭说你 演戏是因为啥呢 家门口总是出现垃圾 虽然通过监控 找到了丢垃圾的人 但他的态度非常嚣张 你还说是我丢你吗 凭什么 我是不是把监控给你看了 门牌号也是对得上 对吧 你现在还不认你脸呢 啊 就听到我脸没的嘛 就算那个门牌号死过来 也看着别个拍的我呀 行 反正你现在就是舔着脸不认呗 我说什么都行是吧 啊 那不是人用那个人用那个 你打我们 哎 我们过来就想告诉你 反正你知道是你丢的了 你如果下次再乱丢 你就去误管投诉你 那去谁 去嘛 看他误管我 我就不信了 走的就我们下去去误管 本来遇到这种人已经很恶心了 但误管的态度更让人气费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 你总得给个解决的方 那这种情况 我们也只能说尽量去调节 怎么还 你们能和解当然是最好的 我们要是能调节 还招你们误管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呀 毕竟他只是个丢垃圾的事情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小事你们不管对吧 哎我没有说不管 我只是说我们去调节 再说了毕竟丢个垃圾 你们缺手的事情有多麻烦呢 那是垃圾没丢在你家门口 你们不管是吧 行 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你会不会说话 既然他们不作为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哎弄好了吗 弄好了没家没户屋吧 是 而且你不知道 最开始没说补偿手 他们就同意了 哦好 你干什么事情啊 好奇啊 走 带你去看 走 怎么样 你读攻读 干嘛 你不要熏软啊 我跟你讲 嗯 不是 咋了 就没有味道 你不放得臭的 不是旁边有其他人呢 真的 走了 你的心 你 你 快走 快走 快走